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上一次跟大家谈到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原理 方法 它并不是说就让你供在经书里头 让你去读诵 然后就去求保佑 求平安 其实每一句 每一个方法 它都有它的可操作性 就是你要把它用到你的日常生活 围绕在你身边发生的人事物 完全都可以运用的 但对于这一点 我总觉得我不知道各位运用是不是可以很自在 不晓得 但是你如果是真的理解 真的理解 你就会在因为观念思维 观念改变了 那么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多少多少一点点一点点在改变 当你有所改变提升的时候 你再去看这些境界 你被它干扰的程度就降低了 那么你自己会有一种欢喜 就是说 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 就是你自己的这种不被外境干扰的那种能力就会提升 所以它会思想 影响 行为 行为又再回过来 更肯定这种观念 思维 然后再回过来 它会一直一直 它就是一个向上的 不断向上提升的一个过程 会即便说我们并不是说学佛 然后就挂了无事牌 从此这些坏事情都不会来找我了 这个好像就好像一个金钟罩这样护着 其实不是的 这个我们造的业从过去的行为 你已经都做过了 就不晓得这个结果 什么时候要出现 怎么出现 出现的强弱如何 只是这个结果的情况我们不知道 所以它也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智慧增长了 然后突然间你的这些要做的 过去造的业 现在承受的果报就突然消失掉 也不会这样 它会来 但是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 就好像以前你只能 这个手只能拿一斤的米 现在你可以拿十斤的米 那是不一样了 同样的境界来 有力量跟没力量去面对就不一样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的人 真的是要把这些学来的 真的是要用在 比如说你在家里头跟家人互动 你在公司跟同事跟你的主管互动 或者就是你在外面不相关的人 突然之间对你如何 这一些都叫做境界嘛 你的回应情况不一样 那它干扰你内在的心理 包含心情情绪 那个强度还有持续多久 那个情况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境界还是会来 这是我们自己招感来的 但是你到底有多少的力量去面对它 你是一直停留在那里给它干扰呢 还是你知道 哎呀有受干扰 但是呢 可能半天一天就过了 或者哎呀三分钟就过了 一杯茶的时间就过了 或者那个当下马上就过了 知道就过了 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成为你的境界 这些是很希望各位去体会体会 那所以呢 我们在33页 这是上一次讲到这里 我还记得那时候讲的 因为在课文里头 就是师父提到的 说佛陀他一切的这些 就是修行都已经圆满了 那他所宣说的教法 比如哪些哪些 当时念的真的是一大串 我本来想一口气讲吗 还是一个一个解释 我当时还讲了一个 一支铅笔的元启法好像 这一支铅笔 这是陈慧在教学上 他就有小朋友拿着铅笔 说那这支铅笔 你们可以说说看 它从哪里来 当然慢慢推就推 就帮小朋友建立了一种说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 就是从哪里来 它有一个前因 然后呈现到后果 这个中间有多少多少的元素在里头 所以看下来 小朋友都知道 哇 这种因缘能够因缘合合 然后产生一个结果 真的是好珍贵 很要感恩的 像这样 当你明白的时候 好的事情的呈现 不好的事情的呈现 一定肯定有各种因缘 那你能够常常这样练习 善观因缘 真的 善观因缘 这元启法 就是波瑞智慧 就是可以不被外境干扰的智慧 那我想想 这要一个一个解释 还不如集中 还是放到第三章 讲人间佛教的根本教义 那个时候 课文里头也一样有 那就有解释了 所以在这里 我就不做一一解释 那么说 佛陀所宣说的教法 例如 缘起 中道 十二因缘 还有三法应世圣地 乃至因果业报 包含五戒 十善 六度四色等 都是真正能够让人们 安定身心 进而解决生活 生死与生命等 人生课题的无上真理 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里的 那我想 我说我就不一一解释 然后集中到第三章的时候 讲这个根本教义 讲佛教的义理的第三章 然后顺着课文 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 今天呢 各位看这个字卡 写着 宵夜 然后VS 祈福 这是从下面的课文来的 我们来看看 好 这一段呢 开始讲三好事给 然后下一句 宵夜 众于祈福 这个宵夜不是晚上在吃的点心 叫宵夜 不要只听音的话会误会的 我们来看内容 说例如 佛教讲夜报 那所谓的夜就是行为 各位常常要做这样 非常 马上就可以 好像是 就是这个 你讲到夜的时候 你马上就要联想 这要很自然去联想 要熟悉到这样 就直接的反应 就是行为 那夜 这个行为 行为会 我们一个人 会呈现在三方面 叫三夜 那这三方面的行为 第一是我们会去做身体 会去造作 做什么事 生 有生业 那我们讲话 口 口夜 然后 我手上没有做什么 我嘴里没有说什么的时候 心念还在动 还在计划着 还在想着 什么 还在感受 内心在运作 思维等等 那个是异夜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夜的时候 这是佛教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教理 所以会想到 身口一三夜 夜就是行为 在身口一三方面的行为 这个是最基本的 各位今天一定要把它听进去 然后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行为负责的 并不是说 我做错事了 我就去寺院去捐献 我给钱了 这个感觉好像贿赂 如果说我做错事了 没关系 我就去寺院拜拜 你看我今天 这个奉献多少钱 这样就 就没事了 如果这样子讲得通的话 哎呀 那真是心同贿赂了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两回事 你做错事 有做错事的前因后果 做错事 已经造了这个恶的业了 恶的业要感受恶的果报吗 这是一件事 之后 你动了一个念头 去寺院 然后我来捐香油钱了 我来做什么功德布施了 这样 你捐钱虽然这个动机是不纯正的 有染污的 但毕竟你还是行了一个布施 所以 意念不纯正的布施 他当然就好像 这个做功德 但是 打了折扣的功德 他不能说消失没用 他还是有 但是布施 有布施的 这个因 跟果 就是你布施的 这个善业 还会赶着善果 但是这个善的布施 能不能抵消掉你前面 造恶的这个行为呢 他是不能够用加减乘除 把它消掉的 是不能的 就是真的 在英国里头是最清楚不过了 好 我们来看看内容 说 例如 佛教讲夜报 所谓夜就是行为 我们每个人今生的 性与不性 命运的好与坏 都是自己的行为造作的结果 也就是业力所致 因此 对于一般佛教徒 喜欢在佛前祈福 我认为 消夜比祈福更重要 有关于 这句话 消夜比祈福更重要 其实 刚刚提出的时候 这个提出当然都是 我想都二三十年前 这里我 我认为这个我 当然是我们的师父上人 星云大师 师父在二三十年前 当时在讲 就是说 度身比度死重要 消夜比祈福重要 当时是有一段话的主张的 提出的时候 当时还有一些佛教徒 不能接受 就是说 度身要重于度死 就是你不要等 你活着你都不来 听经文法 然后去 本质上去 去提升自己的生命的质量 等到 这个迷迷糊糊过完一生 等到死了 然后 说 等人来祝念 等人来 宋经功德回向来超度 师父说 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度人 不要等到死了 就为他念经 你要趁他还在世 他活着 你要给他姻缘 你要给他佛法 这些 所以师父才会讲说 这个度身 要重于度死 所以 师父也是告诉我们 这些出家弟子 就说 重视 讲经说法 各种佛学课程 讲解佛法 这个很重要 办教育很重要 而不是 要我们出了家 然后就沦为 金颤生 整天就是 为了这些 就是说 如果 我都不办教育 那 就是 这边 哪边 要去 这个 祝念佛事 等等 整天忙于 这些金颤佛事 就 师父讲说 不是说 这个 金颤佛事 不重要 其实金颤佛事 也形成了 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在某一些时期 他也 担负起 一方面是功德回向 另一方面 真是安抚人心 他重要 但是 趁着 活着的时候 有办 这个佛学的教育 是更重要 不是说他不重要 是有一个更重要的 渡生 重于 渡死 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 宵夜 重于 就是比 这个祈福 还重要 因为一般的人 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他 他希望到寺院里来 我 我希望 这个 求保佑 就是祈福 祈求 这些 更有福报 或者是更顺利 更如何 更健康 这些 祈求 祈求 师父就讲 如果你的 这个业 你造的恶业 消了 消业 就是你不造恶业 甚至于 过去所造的恶业 不管你是 受报了 或者是 忏悔了 等等 这个 从本质上 把这个 罪业 消除 自然 叫做 业消 福治 就是你罪障 消除了 自然就顺利了 所以你不用求 他自然会有的 所以师父才会 我觉得师父是教育家 他总是从本质上 要我们回头去想 而不是说 我就身口意 胡作非为 反正 我会去点光明灯 佛菩萨就保我 一路平安 不是这样的 那个是不符合因果的 我觉得 各位我们在看 要知道 这些原则 我们继续看 说 师父讲了说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 生做好事 也就是善 口 要说好话 也就是真 心 要存好念 这就是美 所以内心 有了善的力量 自然就可以 消灾 免难 征服 灭罪 所以人人都要奉行 三好 并且实践 试给 试给 是哪试给呢 就是事无量心 也就是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这个三好事给 师父 真的 真的是把很深奥的佛学 把它化为 我们一般普罗大众 都容易明白的 这个语言 那内容 就是说 给人信心 自然就不会说话 去伤人 真的 说话不伤人 这个是因为 要给人信心 你说话不伤人 也就能够 给人信心 各位去想一想 它不是口号 然后给人希望 所以当别人 有挫折 就会给予 鼓励 关心 祝福 这个就通于 存好心 也就是 意义的进化 那给人方便 行事自然 就不会官僚 而且你会主动帮助人 这就是做好事 就是深夜的进化 所以三好事给 都是人间佛教的 思想原则 真的 这个就好像 这个水 你给它 第一瓢水 第二瓢水 你给它放在一起 它很自然就会 好像融在一起 这样 我觉得你把三好事给 跟我们生活上 遇到经济 你把它融在一起 生活 这人生有三好 自然就会更美好 三好事给 是我们在生活中的 这个法宝 说只要 只是 后面师父补了一句话 说只是 人之信 在于有所得 因此一般人都害怕 布施给人 也害怕 为善 会吃亏 会受委屈 会感到善门难开 善事难做 其实布施就如播种 你不在田里播种 怎么能长出和苗呢 怎么能长出五谷呢 你不植栽种树 怎么能够开花结果呢 这就是佛教的因果观念 夜报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 佛陀就已经把这种 人生不变的真理 普遍在人间流传了 这些 普遍都在人间流传 这些都是人间佛教 所以佛教不叫 人间佛教叫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 我们每个星期 上星期是因为 要准备要念佛 所以都讲了净土的法门 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恢复 继续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的进度 今天先讲到这里 其他的就下一次继续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